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各国忙着撤离使馆人员 但中国大陆却说他们获得塔利班的安全保障 环球时报与中国驻阿富汗的王瑜大使取得了联系 通过他了解了使馆的基本情况 王瑜大使表示使馆在正常运转 塔利班方面对保证中国使馆安全 大陆驻阿富汗大使馆甚至在微博发布照片 强调五星起依旧可以在喀布尔飘扬 我们看到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 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坏不是建设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衣演测这个机会继续对美国开炮 他还在推特大酸特酸转发喀布尔机场这几天的混乱场景 对比美国在对战中的西贡时刻 说这画面令人感慨万千 人民日报的微博账号也转发这段60秒了解 塔利班是什么组织的影片 一方面丑化美国一方面美化塔利班的形象 只是这部影片很快就下架 只是除了大陆以外国际间对承认塔利班政权似乎还在观望 欧盟同意和塔利班对话却强调并非承认塔利班 美国总统拜登也急着和英国首相强声通话来确认美英步调统一 面对外界出现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声音 美国也再度强调阿富汗和台湾情况不同 美国对台承诺一如既往台湾不会是下一个阿富汗 TVBS新闻综合报道